魂骨融合剂 要想产生魂骨融合剂 还有另外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 那就是魂师拥有的全部六块魂骨 都必须是同一种魂兽出产的 你想象一下魂骨本来就很难出现 而且还要是同一种魂兽出产的 不同位置的魂骨 这样的几率有多少 在我知道的历史中 只有五魂殿拥有这样一套传承魂骨 却从未听说过 有谁能够将那六块魂骨完全融合 你身上出现的这种情况 很像是魂骨融合剂的前兆 之所以没能二次出现 是因为你身上的魂骨并不全 而且你自身也没有达到 能够施展这种技能的程度 可是老师 我身上的魂骨 并非同一种魂兽出产的 为什么能够出现魂骨融合剂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你的八猪毛 八猪毛成为了你产生这个技能的引线 作为外富魂骨 它随着你实力的增强而多次进化 尤其是这一次 在小五的十万年魂环 以及一只数万年修为的人面魔珠能量的刺激之下 它产生了质的飞运 而这一飞运令它多出了一个能力 像桥梁一样帮助你连接了所有魂骨 但是这个技能能够到达什么程度 连我也不知道 八猪毛虽然从中起到协调作用 但本身还不足以将这些魂骨同化 以后也不可能 毕竟它就算再怎么进化 最多也只能相当于一块十万年魂骨而已 因此 今后你身上能否出现真正的魂骨融合剂 就要看你获得后几块魂骨 尤其是正身骨的时候 是否会产生变化了 好了小三 不要将精力放在对这方面的研究上 研究魂骨融合剂是老实的事 你需要做的 就是继续努力修炼 毕竟对你来说 这个技能虽然不错 却太虚无缥缈了 真正能为你所用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你来说 更重要的还是提升自身实力 但行为一定要稳健 你的提升速度已经够快了 必须让自己的根基更稳固一些 才能继续向上冲 是 老师